如何投資債券 那剛才就是你問我說 我女兒買的債券的期限會短還長 當然是長啊 甚至有觀眾朋友問說 那中天期的可不可以喔 當然不行喔 當然不行喔 那越長越好啊 那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債券到期的時間越長 它的存續時間越長 這個你不要去管它 那我剛才講到啊 你看喔 當啟動升息的時候 長期債券跌幅會大於短期債券 我們希望長期的跌生一點 為什麼要跌生一點 明天拍心 因為我們希望當啟動降息的時候 長期債券的漲幅 降息它就會漲 漲幅會大於短期債券